资测惠今天发布了最新预估 认为今年的全球个人电脑PC出货量 大约是3.06亿台比去年下滑 不过平板电脑却是成长6成 会有2.2亿台 这其中超过一半 大约是1.2亿台是由台湾出货 Smartphone 平板电脑等手持装置的崛起 连带冲击了全球笔记型电脑的成长 我们认为它衰退的主要原因 当然一个是整个外在环境 经济状况的一个不好 那其实是整个tablet产品的快速成长 侵蚀到整个PC的一个消费的力道 第三个我们也看到的是整个 包含像过去Wintel架构 所能够带给PC这样换机的一个动力 在这两年其实是不复以往的 分析师也进一步说明 换机动力不复以往的原因 过去几年包含像在Windows也好 在Intel也好 大概平均每两三年 就会推出一个新的架构或平台 那去驱使消费者来做换机的动作 那这两年比如说我们看到像Windows 8 一些新的平台 这一块感觉上在市场端 并没有受到消费者很明显的青睐 那也连带的让整个PC换机的动力 变得相对比较疲弱一点 不过随着Apple Google 以及Amazon等品牌大厂 下半年都要推出新产品的带动之下 资测会也预估 全年由台湾出货的平板电脑规模 将达到1.2亿台 较去年成长2乘4 对出口来说也将是一项好消息 经济日报谢爱丽 土耀任肖博青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